马可这么玩是真的有毒 大家入场以后进化一点苍穹一开 没人可以阻止你把这个大赚满 闭着眼睛团灭对手 让对手感受三重绝望 第一重绝望伤害巨高 像这里敌方六神四五级连波 在咱们的面前撑不过一秒 同时还有额外将近两万的范围伤害 两秒伤害两万 秒上将近一万这谁不害怕 那这时候有的小明可能会说了 让马可断大不就好了吗 哎不好意思我带了进化 咱这进化一开这个大还断不了 这就是第二重绝望 马可大过来你只能看着 干着急 那这时候有的小明又会说了 你这步枪也没做 模拟也没做 你搭进去以后对面可以击火把你秒了呀 第三重绝望 有苍穹免伤52% 配上进化甚至能抗三发泉水 想击火顺秒我不可能 实战里你被击火以后 咱就把苍穹一开 最高免伤52% 挨对面一套以后就像这样 根本就不怎么掉血 所以三重绝望缓缓相扣 伤害高打不断还秒不掉 只要咱们玩的时候手不抖 那么一旦被你打到 对面就要死掉 和疯狗一样丧心病狂 这里是装备顺序和明文 对面法师很强的话 可以不要无尽做魔女 等到了后期了装备全了以后 鞋子一脉换上电刀 这个玩法会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疯狂 也会让对面感觉到 什么叫绝望 绝望的玩法往往不走寻常路 所以咱们走对抗路 兄弟们 这一把对星亚瑟 他丝毫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居然还敢喊队友来抓我 那这没什么好说的 一发一技能配合 队友击下银阵 拿下第一滴血 建立了一些优势 那马可打亚瑟 基本就是碾压 看着他兵都不敢吃的身影 我感觉到了他的心态 可能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这里敌方三个人过来抓我 我想不通 我不理解 我们家射手是鲁班 有鲁班你们不抓 你们抓我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更不合理的是 这个下猴他还不走了 那既然你不走 就只好我送你走了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三次 他还黏上我了 这是第四次 看得出来他很不服气 他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下猴打不过马可 他很倔强 他很顽强 他很不依不饶 这样一个人 我怀疑他脑门上有四个字 勿忘初心 所以我感动了 我心软了 让他淫一把又有何妨 对了 如果你看到这期视频 你别谢我 因为你最应该谢的是你 对面2-8的鲁班 你是真应该好好谢谢他